你们俩是两年前认识的 是吧 当时知道他年龄比你大吗 当时知道 我觉得年龄比较大 大点也没关系 会照顾人 那个时候你知道 他家庭负担这么重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什么时候知道 他有这么重的家庭负担呢 在一起一年多了吧 怎么发现的呢 因为谈恋爱好像在印象当中 不都是男生花钱吗 是吧 对 他根本几乎都没有花过钱 我们一起出去 都是我在给他花钱 他电话已签费 我给他就交了 买衣服我也没心疼过 出去吃饭 看电影什么的 都是我花钱 在一块呢 房租不是都我交的吗 家里面他要做的 我再出去 我身上也没多少钱了 你是怎么知道 他家庭负担这么重的呀 因为我这的也不多 觉得花了就不够了 我问你这些钱都哪儿去了 玫瑞正师傅家 他又跟我说了 说了之后 你就找人家哥哥去了 说之后我没找 刚一年多点 后来我们两边生活了 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 我们家家生活下去不行 你说要个结婚之后 他每个月还给你个还王大 那我给你花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呢 他毕业之后吧 先工作个半年 然后晃开就辞职了 他说他跟朋友商量好了 要一起去进酒 然后去卖 想再过年这段时间 挣点钱 钱不够 我就给他凑个七千块钱 让他拿着两万块钱 去进货 结果进门来的货 一瓶都没卖出去 全都堆在家里边 还是我拖着找朋友 他给处理掉的 那是我第一次不是 刚毕业那会儿 留在酒吧上班 在酒吧的几个朋友 他跟我说 这个酒水事件事 挺好多 我就相信他了 没他经验 也没他客户 就没卖出去 那我跟你花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呢 我给我家人花钱 你就甭个硬了吗 我们家是什么情况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失误我爸就没了 我哥替我承担个多少 未能让我把我的美术 继续学一下 我哥自己考了师范学 都不上了 他把自己一辈子的前途 都耽误了 我现在替他还点房贷 我回报他一下 不行吗 是 当初是你哥 没上师范 但是你不能因为 这样耐疚一辈子吧 你应该有自个儿生活对吧 如果未来他没工作了 你还娶他吗 娶 真的吗 娶 他没工作你会娶他 娶 行 你就当他没工作了 钱都贴补家里了 得了 现在主要是因为 我找了个那个事 他就放不下了 对啊 你怎么有资格 去找人家哥哥呢 你这也没结婚 你找人谈这干嘛呀 小子 他太自私了 他口口声声都是说 替我考虑 喂我 可是他根本就没喂我 考虑过 什么都是先想到自己 我怎么就想到自己了 我看你生活平时挺累的 不是吗 你说你每天早上七八点 就开始去工作上班去了 晚上早上五六点回去 还要在套房卖那个 他那个画的素描 我觉得太辛苦了 不是 那你可以帮他呀 作为一个男人 他的男朋友 对 我是在帮他 那你怎么是 你帮我什么呢 你替我承担过什么呢 我妈生病 每个月给了很多的医药费 你花过一分 花过二分吗 我给你打电话有一次 我说我这块有学生走不开 让你去帮我给我妈送顿饭 你怎么说的 你说我肚子都去不了 最后还是 我给我们朋友打电话 给我送去的 那也不就那一次我没去吗 平常你家有事 我多晚没去过 就那一次就记住我了 哥哥对这个事 是个什么意见和态度 小子你听一听 来 我们听一下 我不同意我妹 跟她现在男朋友 一起出一项 因为就是在11年开始 我妹妹就一直在 替我还房贷 一直还贷 现在又还了好几年了 在认识这个男朋友之后 这个男朋友跟我提过 要这个我妹 替我还房贷这笔钱 就是因为她提过 要这个钱之后 造成了我和我对象 跟我妹妹 我们家产生了一些隔阂 但是要这个钱 是我妹妹可以的跟我要 我妹妹什么时候 跟我要就行 但是她没有这个资格 她没有这个权利 还有两个人在一起 是为了一起承担一些 一起去分担一些 分担两个人的一些事情 而不是去做一些 搅屎棍的事情 去搅和两家人的关系 我觉得特苏大 现在就是属于一种习惯 到吧 我找了个说了 她就是学到 我说了之后 他们以后就不给她还了 好像我在教室过了就 我没那样